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闭连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就来看看 这两天看似非常紧密 步调一致的美国和台湾 他们实际的现状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别看美国跟英国航空母舰 在这里搞军事演习 这样那样的 德国的那艘所谓的军舰 要访问中国大陆 要访问青岛 好像提醒着中国人一些什么 但是 但是 美国和台湾自身的问题 是多得不得了 实际上拜登还有多少时间来顾及北京 拜登政府的第一大任务究竟是什么 各位呢 现在给大家先上一张图 大家先看一看 这个一看就知道 艾菲尔铁塔 那么这个艾菲尔铁塔的前面 站着的 在散布的坐着的 人 你能看到一个白人吗 你看不到一个白人 这是今天我的一个老铁 从巴黎拍的 发给我的 他说自从这个拜登政府上台 这个欧洲 凯雷勒企划越来越严重了 大街小巷到处都贴的是彩虹色的东西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人口销尖计划吗 是不是就是犹太人要消灭这个白色人种吗 所以你要知道 民主党这个 这个拜登的真正的 真正的 他们的这个 主要的业务 就是这个业务 其余的都是次要业务 美国要保台湾 要让台湾 台湾也是一个 大中华区这边的 一个凯雷勒企 比较严重的一个岛屿 严重的 这个性功能紊乱的一个地方 脑子都不正常了 我一直都称台湾人为脑空一族 脑子都空掉了 那么通过两岸的交流 把这些特洛伊木马 搬到什么 搬到中国大陆内部来 成都四十九宗事件 一起典型的LGBT 煽动策划组织的 一起 反政府的运动 这就是颜色革命 谁在网上 只要敢提 神经四十九宗 说神经过敏 说不是的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这样的人 就是别有用心的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我在这里呼吁各位 逮着他妈咪就往死里屌 就往死里屌 那么这个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美国这个政府 它的主要的业务 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这个任务 全世界建立新世界秩序 建立去雄化 混血 人种 乱七八糟的 这些是它的主要业务 那么 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来讲 当然是他们 非常厌恶的 所以说要来弄死我们 所以这就是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那么这两天 我们来看看台海的局势 我看到台湾的 那个叫什么游锡坤 这个窝囊费 多次选总统 选不上 总统候选人也当不上 什么个窝囊费 他又在说 他说一有机会 我们台湾就要搞正民运动 就要为台湾正民 把中化台北改成台湾 他说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搞 但是不能让对方抓住 这个把柄 抓住小辫子 搞武统 但是我们不停地要努力 往台独方向去搞 我就是一个台独分子 等等等等 这个话讲的 上海我刚才 我刚才去了 我得了 天吾都一年差不多 结明 对吧 那么 台湾的正式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算是 还有美国正式情况 台湾的正式情况是 有些理性的在说 你们不要他妈的 奥运证明了不证明了 独立不独立了 对吧 台湾现在很多人是 吃着这顿没下顿 很多人到便利店 去买那种当天要 快要过期的那种食物 在那边吃 然后呢 纾困的这些基金 纾困的这些钱 是领不到的 很多企业倒闭的就倒闭 员工遣散就遣散了 很多女的偷偷的 人气偷偷的下海 卖肉 男的是干嘛呢 也没办法 那有些男的呢 也只能 对吧 去卖那个菊花去了 就这样一个社会 吃了这一顿 没下一顿的社会 我说过 到处都在失业 到处门店都在转让 杂草重生 火上场 烧个不停 就这样一个社会 你想想看 今天在这里 你跟老兵打字 在这里跟老兵牛逼 跟大陆的牛逼 跟台湾的 有些知识统一的牛逼 那你禁欲是什么 禁欲是找不到工作 在网上要发泄 所以说 你们现在这个禁欲 是很糟糕的 很穷啊 非常非常穷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还能搞出来 什么样的花样呢 是不是 还要搞台独 还要正式正确 尤其是对付 那些台湾的那些明星 大陆这边 就已经警告你们了 只要我大陆网友 稍微认真一点点 那还是开始哦 认真那么一丢丢 马上叫你这种 我要搞模糊的 台湾艺人 像小S这样的 马上叫你三千两百万 摆在前面 一只主手的鸭子 大陆网友 让他插上一双翅膀 飞掉 这就是 你所谓的模糊地带 现在是不允许的了 原来呢 只有三方势力在牵扯 这个大陆的政府 台湾的政府 和台湾的老百姓 现在大陆的老百姓 加入到这个当中去了 那么这个是排山倒海之势 那么同样的 这是台湾的这个现状 现在很多人领救济金 也领不到 钞票也没有 穷 真是很穷的 那么美国是什么现状 美国拜登也是 我说过拜登的主要任务 要推进LGBTQ的 这个全球化 要建立新世界秩序 国际架构 奴隶社会 建立印度的婆罗门制度 对吧 他们称之为犹太门制度 那么美国现在呢 我跟各位讲 很多家长 还有欧洲很多家长都反对 学校里搞这种教育 现在他们对六到十岁的小孩 教什么病药啊 教什么 怎么样搞啊 同性的同性的怎么搞 学校的老师都不在教学科 都在教这个东西了 所以你当初那些啊 把这些小孩 带到国外去的 要弄教育的 你想想这都是些什么行为 而且在西方学校里的老师 权力还蛮大的 这是他们的主要任务 那除此之外 别的老百姓的死活 算个屁啊 那拜登的这个政策呢 我跟各位讲啊 一个是他的 每个美国人都要完成 至少一季的这个 新冠的这个注射 这个是比原计划 所谓的70% 原计划要晚了一个月 他的所谓的这个纾困法案 也是很难以通过的 对吧 他的基建法案 刚刚通过 很勉勉强强的通过 一通过 北京这一年就给他颜色看 对出口的这个钢材产品啊 这个增加40%的这个税 对吧 那么美墨边境呢 又发生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移民啊 要入侵 边界管理是非常不稳定的 中东什么宏都拉斯 萨尔瓦多 威地马拉 尼加拉瓜 都是台湾这些邦交国 这些邦交国 大规模的往美墨边境积极 要闯入美国 边境管理非常混乱 新冠肆虐 现在美国每天的这个Delta的这个 肆虐已经达到9万多了 近10万多的传播了 很多地区是 又是这个 陷入到这个 口罩的令 这个 商店关了关 这个弄了弄 是 情况是很糟糕的 所以老病早就更错 我说我一个月前我就说 我说你看好美国病毒又要肆虐了 而且美国这个病毒肆虐是很恐怖的 而且现在 在美国洛杉矶 Delta病毒从D 进化成E 叫什么E什么的那个病毒 又他妈牛逼的 所以我说 透极不成 反18米 这两天还关于这个 德宝的这个调查 以中国为首的 全世界 向美国施加压力 施加压力 现在是证明是 他就是他们的 血液计划里搞出来的 同样的 我跟各位讲 美国拜登 他的这个执政 压力也很大 要面临的 他的这个纽约州州长科默 纽约州因为都是他的地盘 纽约州州长科默 要被什么 滚蛋了 这个 这个联邦司法部门 检举他有168页的报告 证明他骚扰了 11位女性 那么 这样的话 拜登政府将失去一个 在抗议方面 比较有表率的一个州长 实际上 按照 美国司法部的这个标准 实际上 拜登 也是应该下台 没有摸那些女的要害部门 要害的部位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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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这个标准 那拜登 动不动 把人家 这块女性 搂啊 亲啊 抱啊 那这个算什么 所以说 这个又是他们 民主社会的 一种 虚伪 所以说 拜登 面对美国国内 阶级对立 阶层对立 男女对立 性别对立 左右对立 农村 城市 对立 两党 对立 在这么麻烦的一个情况之下 又要实行 人类 削减计划 所谓的 碳排放 气候问题 又要实行凯勒基计划 建立奴隶制社会 忙的是不可开交 又要对付俄罗斯 又要对付中国 整个过程 他知道做的事情太多了 但在国内的支持率 开始下跌了 开始下跌了 下跌很严重 那么现在美媒呢 又是炮轰这个 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说你们他们的怂包 怂货 居然没有闯南海十二海里 你们太垃圾了 作为我们的盟友 你们是不够格的 再怂恿他 要闯进我们的南海十二海里 这个岛礁 岛礁十二海里里面 来对我们进行挑衅 那么所以说 他要干的事这么多 实际上 拜登政府一直想和北京缓和关系 尤其是 在谢尔曼 访问中国 他是一种 软党 一种低姿态 我们不要看谁 谁去访问谁 就看他把 像唐娟这样的解放军 说没有罪 给他放 给这么几个人放掉 然后呢 又这个解除 威信了 解除一些这样的 中国APP的这个限制令 实际上就是在向中国 抛出橄榄枝 希望和中国呢 建立一个危机管控机制 让他呢 能知道 大家呢 不会打这个核大战 所以说 美国 的拜登 他做出这样的姿态呢 实际上 得益于他自己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跟中国的矛盾 实际上是次要矛盾 并不是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 还是我说的 那些反对他 LGBTQ这一套的这些人 最硬的骨头 还是美国军方 传统的这个军情系统 所以说 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现状 那么对比台湾的现状呢 台湾的现状 我说过 经济不景气 严重落后 失业率标得如此之高 越是失业率高的 越是憎恨的 他们这个情绪 每天的这个负面情绪 蔡婆子 他们就要把它给激发出来 引到政坑大陆上面来 但是呢 发泄完以后 当他冷静下来 回归平静的时候 他在为他自己的饭碗 在奔走 牛腩面包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但是呢 有一条路是可以有的 就是北京 大陆解放军登岛 台湾解放 那么 一切都有了 所以说 好自为之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